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宜南素有山东小延安的美誉 山清水秀生态宜人 宜河 汶河 蒙河三河汇流 画室高湖水库用地840亩 致力于打造全国知名国家级职业锤钓基地 和康阳度假特色小镇 为钓友们提供最优质的钓鱼体验 刘仲盛 慢点 稳住啊 要不要帮忙 还可以吧 我害怕 我害怕钻到那个 它下面没东西的 对 白脸 要不要帮忙 不要 又回到刚开始我说的了 其实越钓鱼会越大 而且鱼也会越快 所以我们这会儿的话 我已经把直线给加大号了 还跑 估计又需要裁判上场 但是还不确定 应该是个草鱼或轻鱼 炒炒 够 需要吗 他对你 你来凉吧 我要掉了 你跟副材 你跟副材你哪解决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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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四点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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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什么 八点一八 就这三点啊 这个白脸 说小一点黏一点 乱黏那种 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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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条不像 给来一下 OK 拿着个大的 大胆点 干它 别怕 不是 我怕你把这也缠上 鲸鱼 4.58 九斤多 OK 大夫 你可以掉深一点 稍微深一点 一节多一点 因为你在下风口 那鱼肯定是慢慢地下去的 嗯 我估计师傅你那里都在深的地方 不是 我现在是啥呢 我现在我不敢掉深了 我掉深了 我现在你那个窝我给补不上 你看 又来了 把口给得真好 还不能掉深 我就得起来 等会你掉深一点都可以 我这个不小 这个不小我就慢 这水头啊 起不来的 起不来 起不来 还没上来吗 慢点慢点 那个地方咋会挂的吗 这有个啥 这底下这个网 哦 这个鱼进来了就扯吗 这边上这个网 这不齐 这个应该不用扯吧 等一下 这个应该不用扯 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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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碰了一点 碰是挺胖的 这个鱼 碰是挺胖的 这个鱼好大呀 你搞那些 你搞那些 他们都不敢拨的 啊 你搞那些 他们都不敢拨的 你们要分开哦 要分开哦 感觉比以前的都大 关键是上来只有2.5 哦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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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东西啊 啊 不要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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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怎么做吗 这个 嗯 别着急啊 好了 哦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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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来了这个来了 这个打 我终于打到头了 我终于打到头了 对 对 那要撑 你应该要撑 等一下 等一下 啊 把那个网络打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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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义 终于钓到了第一尾 可以及时撑重的鱼 但是我钓得比较深 应该我 我打的底窝比较多 所以我还要继续 在立底的状态去钓一下 看有没有更大的 十分钟 哎呦 我感觉这样似乎你都没法掉了 没事 是不是 换你线了 换我线 不会啊 感觉像换你线了 不会 不会 我做鱼了 怎么换我线呢 搞错了 我看你飘没了 我没 你往右边去 这我操谁的呢 不是 我看你飘没了 你们先溜溜翻了 教我操 你往右边去 小龙你让我让我走边去 好好 你先过去 它又是大的 你不动了 我知道你 我进来吧你 来吧 可以了 我这个可以了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我来 你掉你掉 我这一口好得不得了 你掉你掉 这边的壳好得不得了 我那边根本的壳都没有 早点过来就好了 对啊 一开始窝料打完之后 包括 吊底 打扶 是吧 猛车窝料 就频率加快 然后呢 就基本上没啥动作 除了小白条闹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队长刘晓成 在下风口 他感觉不对 他马上去调整耳料 泡了山干开始种鱼了 这个时候他就说了 这个额料出问题了 要稍微给一下 我跑过去 把他的额料拿来 第二杆就进行动作了 那口慢慢滑起来 早上掉底都没啥口 差一点 差一点差一点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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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差还差啊 有了有了有了 这么差还差啊 去的几条都是超标的 五条酒 好好 切断了啊 切断 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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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切断了 来 赞鱼 好 你去 去 去 你去釣 5.88公斤 OK 好 它就不出灯口 这个好 大胖头 可以了吧 等着你还吊着 慢慢来 釣一条不容易 这个胖头 它后期那个发力的时候 要小心 跑不跑 飘 飘黑了 飘黑了 跑了 刚才想什么了 走谁呢 最近想要买一台钓鱼的车 也不知道买台什么样的好呢 啊 我还以为什么事了呢 首先要有颜值 够酷 够萨 才像我们钓鱼人 其次呢 就是要有科技 配置高 让长途呢才更舒服 最后就要空间大 装的多还不贵 那就塌了 豪迹大型格 够大够大气 极力新豪远 陪你一起征战 王者之战 比赛临近结束 天气突变 乌鱼密布 为了各支战队队员安全 赛事组委会决定提前结束比赛 全体注意啊 我们暴雨马上就要来临了 我们两分钟以后 就要发出比赛结束的口令 请各运动员周知啊 我们再炒掉一个小时 不到一点 提前了吗 提前了 我们还能追上来 对啊 追一下 大家都一样的 对 我们要一开始 耳料机调整的这个状态 不要怪天怪地 能不能再上一个 不知道 变天看不见了 雨来了 来不及待 行了行了 算了算了 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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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确实这个风太大了 这个 还有一个本身呢 可能剩下了一分钟左右时间了 那就收吧 好 全体注意 2022 王者之战 B组小组赛 5 4 3 2 1 比赛结束 这天下来 各种状况 回去要自我反省一下 确实这个位置走水 太严重了 都在干袋里 在这广告很大啊 慢点啊 鱼 当天的鱼货已经都来到了舞台上 我们现在即将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首赛日的鱼货称重环节 现在让我们有请2022王者之战赛事总裁判长好为东先生上台来对冲鱼环节进行全程监督好 现在让我们首先有请钓鱼之家李震战队 首先 首先 记中的是李震 这个连用个体都不小啊 好 55.96公斤 下面记中的是张鹏 还有两光鱼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6.82公斤 第三个应该是吴云平 因为吴云平的这个成绩比较多 我们要分两乘乘 我们上乘来看一下 51.56公斤 这是吴云平的第一秤成绩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秤的结果 43.58公斤 好 接下来我们来称重的是家调泥战队 首先我们记中的是家调泥队的刘晓春 他也是有两框与获 我看到这个鱼的个体大概平均也在四斤左右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刘晓春的统一击重 有多少公斤 54.82公斤 好 现在称的是刘涛的鱼货 好 这是刘涛的鱼货 好 刘涛第一天是28.32公斤 下面应该是王海宁 好 看看王海宁的成绩啊 54.46公斤 好 下一队我们来称老季战队的鱼货 这个情况请队长谢仁来到称重其前 首先是先看谢仁的成绩啊 我们来看一下谢仁队长当天的成绩 28.64公斤 好现在称的是张伟的成绩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老季战队长伟的首赛日成绩 33.72公斤 下面是李超 47.94公斤 接下来有请谢仁队长邱婷君 我们首先来称赵和义的鱼货 赵和义要分两成啊 好 赵和义的第一框成绩 大家看一下 赵和义第一框成绩 47.30公斤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框的成绩啊 55.88公斤 下面是小邱 邱天坚老师的 我们看一下邱天坚的成绩 56.58公斤 下一位是陈健 下一位是陈健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满框有多少鱼啊 这满框有多少鱼 72.36公斤 下面我们来计证的战队是双宝战队 有请队长彭明华来到计证期前 这是队长彭明华的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多少 40.48公斤 鲁文明 鲁文明这是鲁文明的 哇 鲁文明今天应该是双宝战队三名队员当中 疑惑 个人疑惑 最多的 我们来称一下 61.92公斤 好接下来是双宝战队的 周通 周通 好我们来看一下 周通 37.28公斤 下面让我们有请 清华余生宝 第一个记住的是张传伟啊 张传伟 好我们来称一下张传伟的成绩 34.56公斤 下面抬过来是方广红的鱼货 48.72公斤 下面是梅小龙 他这里草鱼比较多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哇 还不动 还不动 83.58公斤 今天各战队的统一记住的成绩 就记得完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些是 一地是咱首选 其次就是A 还有一个 就是咱今天赢了 咱得停赛一个队员 是吗 停赛那个西部风 给它写上西部风 明天要真的调就是 第一 就看着这个还快手气了 太大鱼 这个主要是看大鱼 我的原则呢 谁调的最多 可能是竞赛谁 这绝对的 大概调的有95公斤 所以说明天一定停场 这个三个第二名第三名 第一名差距脚打 明天也不要考虑太多 先简单单 就是以主攻联绒为主 咱要竞赛第四名 第四名是夹掉你咱的 有意见没有 没有 明天如果我们能抽到一号和二号 那肯定是定调位和一调首选 那我们今天是排名 是第四 我觉得他们都没定好 所有进水都一样 所以说既然他们没有领先情况下 我们先干费一个 先 D跟E是最深的位置 但是今天是处于最多的位置 如果说明天咱们争取出一个好 先看一下能不能再 选上这两个调位争取一下 咱们 请 双宝战队大概是谁 我就是谁调多谁吧 双宝战队 今天我们成绩不理想啊 老季战队 我们南京南地 相差清华35 相差佳天宇25 这个都区别不大 就是李正跟那个 李正队跟那个西部份 第二的相差佳地 相差很大 其实要相差100公斤多了 106 106公斤 这个有点多了 但是考虑到这两天 还有下雨啊什么东西 现在看下来也就是一调位 一调位低调位 这两个位置 因为为什么这两个位置 整体来说是水最深的地方 就关键明天在抽签 上面再选择 明天加油 明天加油啊 我们庆祝我们垫底 明天加油 把他追回来啊 明天翻盘 明天准备翻盘 六支战队经过紧张而激烈的比拼 最终钓鱼之家李正战队 以总重265.28公斤的绝对优势 获得首赛日第一名 西部封战队紧随其后 前三名战队成绩都相差不大 老季战队以及双宝战队首赛日发挥不佳 分列第五第六名 第二赛日又将迎来怎样的激烈角逐 仅相差10公斤左右的西部封战队能否反超 其他各队又将会改变什么战术奋力追击 我们拭目以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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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